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丽华的外孙女 名为李静逊 他十分受自己公主外祖母的恩宠 因此隋朝的皇帝夫妇对他也是十分的疼爱 他自幼就被在宫中教养 如果没有意外产生的话 他的人生应当是十分惬意的 隋朝内对至高无上的夫妇对他们女儿 一直抱持着一种愧疚的心理 杨丽华喜欢的孩子自然也会被亲爱相家 而李静逊自己也是出身不凡 他的祖父是跟随杨坚建立隋王朝的开国元老 此后他的父亲又迎娶了隋朝公主的女儿 一家人可谓是显赫至极 可惜他的美好年华终结在了九岁的那场疾病上面 杨丽华十分的难过 他幼年早妖 本不该十分的兴师动众 但是身为皇室的一员且宠爱颇深 公主外祖母亲自主持了他的葬礼 李静逊的墓葬是十分丰厚的 疼爱他的家人 为他准备了大量的隋葬品 又将墓穴装饰的复礼堂皇 为了不让人打扰他的安宁 还特意在棺板上刻了四个字 开者即死 用这样恶毒的诅咒来守护李静逊的千年安宁 考古专家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也很惊慌 虽然诅咒只是古代人一种故弄玄虚的做法 但这份守护的心意是十分真诚的 可能也是因为家人的这份守护之心 李静逊的墓葬确实没有被盗墓贼破坏过 他的墓室中出土了大量的陪葬品 都是价值连城的薄物 在古代由于医学技术不发达 有很多孩子都在疾病中去世 这也是时代的不幸 好了今天的完美显难史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有没有奖励室的朋友 别让转发关注呀